世界上第一間太空旅館 預計在2025年開始興建 並計畫於2027年開幕 這家新穎的旅館 將設置在太空軌道上 環繞地球一圈 只需要90分鐘的時間 美國一家公司計畫 從2025年開始 在境地軌道上興建 全球第一家太空旅館 命名為航行者站 旅館的結構將會是個 像摩天輪的大型圓圈 可藉由旋轉來產生人工重力 類似月球表面上的重力等級 這是因為訪客在沒有經過 適當訓練的情況下 無法在無重力的地方 長時間停留 據該公司網站描述 航行者站將會像個 舒適的太空郵輪 90分鐘就能環繞地球一圈 並可提供NASA之類的 太空機構進行低重力研究 也可以接待想體驗 太空生活的遊客 只是目前還不清楚 建造一家這樣的太空旅館 需要花費多少成本 公司方面也沒有透露 在太空旅館住一晚要多少費用 但他們聲稱建造成本會比想像中便宜 因為SpaceX公司已經開發出 可以重複使用的太空船